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加新赛季开始前的全国成年女排集训 为提高全国女排队伍竞技能力 提升2018-2019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竞技水平 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决定于9月25日至10月24日 在秦皇岛训练基地举办成年女排封闭集训活动 参与联赛的14支队伍 都将参加本次集训 天津队主帅陈有权表示 之前的全国女排锦标赛 虽然取得第三名年轻队员在发球环节也有明显进步 但是各项技术发挥的稳定性还不够 在即将到来的秦皇岛集训中 我们还是要继续强化年轻队员的基本技术和场上意识 包括发球 异传 进攻和防守等多个方面 王毅竹依然是重点培养的目标 他要向全面行主攻守努力 王宁和王源源两名伤员不参加本次集训 他俩将继续跟着外籍体能师进行康复训练 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训练 让他们在联赛 潜移更好的身体状态归队 此外 结束了亚洲杯女排赛后 陈欣彤和孟子玄也会到秦皇岛报到 而陈欣彤新赛季依然将转会北京队 除了自行安排训练 各队之间展开教学比赛 也是集训期间必不可少的内容 天津队还计划在10月12日至14日参与 一项邀请赛 陈有泉说 现在缺少多名主力队员 所以集训和热身赛 都还是以锻炼年轻队员为主 今晚报 cü A g éc热身赛 入底厨吧 自 HO落部莫练即逆规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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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